以后一定要多注意 都怪你 老娘现在腰还疼呢 八弟 大哥 来 特意为你准备的 赶紧趁热喝了 补汤 第一次成丑 当然要补补身子 大哥 我昨夜在你房间 后来 大哥不怪你 你不必多言 大哥我没有 不用解释了 大哥都懂 只是 不要再像昨夜那样 将公主从我房中 强行拉走了 这若是传出去 你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呢 从你房间把人拉走 强行 静心 你这 十四公子 这刀剑无眼 你还是小心点啊 你 在看什么呢 吃瓜 我问的是你在看什么 就是八卦 看热闹的意思 你跟二公主学的新词 看什么 看什么呢 你看什么呢 不知道 你们看什么呢 吃瓜 好奇二公主和我大哥在双院 到底怎么样了 公主没在双院里面吃什么瓜 她在雪院呢 我家公子去了双院 公主又追到了双院 这 这我当然知道了 那他们不还是在双院吗 他们两个人一块回了雪院 而且你们还不知道的是 郑驸马刚刚也去了雪院 所以你们在看什么 这 王丽强 以后一定要多注意 都怪你 老娘现在腰还疼呢 公主 公主 还是要保证凤体才是啊 有些人 是该好好保证保证本公主的凤体 不要头脑一热 就做出让我腰疼的事情 昨夜 晨晨跟孟严晨碰到一起就变回来了 我记得以前也藏有过 她碰到雪晴 就会有异常反应的水 难道转换的机关在孟严晨身上 试试再说 喝汤呢 测缚马身体好 给他喝了也是浪费 不用补吧 要不 你喝吧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端过来 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洒在正副马身上 还是我来吧 来 不要去 早沉 好好 小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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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鬼